何老 这是何缘由 赵鸿吉赶忙问道 还没动手呢 何老怎么知道打不过呀 不用了 这一招一出 我必然不是对手 啊 这 赵鸿吉对林凡已经动了杀气呀 准备只要将林凡给擒拿住 就找个由头将他干掉 但现在呢 何老头直接认输 打乱了他的计划 赵鸿吉 还记得当初我和你约定的事情吗 何老 你是说 那件事 是的 要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这三年来 我在赵家也算是做了一些事 约定就此结束吧 啊 你 你不会说这小子就是你要找的人吧 赵鸿吉顿时不淡定了 正是 何老头走了过来 直接站到林凡的这一边 从现在开始 要对付林凡就必须 就必须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全场的气氛瞬间一边倒啊 赵家这边的人都手足无措了 赵乌鸣直接懵逼了 他所期待的林凡跪地求饶的场面 可没有出现呢 一清雅他们倒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何老头会突然反水 但多了一个高手 何乐而不为呢 何大师是吧 林凡有些疑惑地问 你有什么意图啊 为何会突然帮我 叫我何怀中吧 何老头叹了口气 这件事说来就话长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说 眼下先从这里脱身再说吧 脱身 林凡不屑地说 要想走的话 他们拦不住我 此言差矣 何老头说 赵家能在西川站稳脚跟 靠的可不光是这些明面上的把势 赵洪吉看着何怀中 他附在背后的手 明显是在做首饰 庭院的周围 有不少蒙着面的人 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过来 赵洪吉 今天卖老朽一个面子如何 赵洪吉的眼神锋利如刀 何怀中 当年要不是我救你 只怕你早已经死了 现在还敢要面子吗 何老头冷笑道 救命的恩情 想必已经偿还了吧 这些年我为赵家所做的那些事 还不足够吗 这个面子你给不给 何老头面色凝重 浑身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呀 面子 何怀中 只怕你的面子还不够大 赵洪吉大手一挥 动手 那我的面子够不够大呀 只听门外传来了说话声 赵洪吉的手一动 那些藏在暗处的埋伏 又渐渐地没住了黑暗 怎么样赵洪吉 我的面子够不够大呀 说话的人大马金刀地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了两个年轻人 叶先生 是你 来人正是叶清雅的二叔 叶济明 此时他一改在医院的那个肾虚模样 整个人都精气神十足啊 刚才还真有几分枭雄的气概 而身后跟着的其中一人 正是叶武道 二叔 你们终于来了 叶清雅看到自己家的人来了 眼神掩饰不住的开心呢 哼 回去再跟你算账 叶武道狠狠地白了自己妹妹一眼 你就知道闯祸 叶清雅难得地嘟了嘟嘴 站在一边不说话了 林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叶武道笑着上来拍了拍林凡的肩膀 林凡感叹呢 到底是世家子弟 明明明是自己惹的麻烦连累了叶家 到了叶武道 叶武道这里 好像是自己被连累了一般呢 叶大哥 不管清雅的事 是我惹的麻烦连累叶家了 还怕长辈都惊动了 没有的事 我不怕连累 叶武道挥了挥手 知道叶凡说的是叶济明 这事本来我就能搞定了 二叔是自己要跟来的 他说跟你还有些事情要请教呢 林凡微微一笑啊 他自然知道叶济明要请教的是什么事 走吧 我们先离开这里 叶武道的大手一伸 好像就像此地的主人一般 要把林凡他们请出去 这个 林凡有些犹豫啊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 自己作为当事人 只怕也不能离开呀 无法 叶济明和林凡打了下招呼 这里的事情我来解决 林小兄弟你们先走 我一会儿就来 叵鸿基 你这个老狐狸 又在打压年轻人了 当年的时候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看着办吧 赵家的所有人都看向了赵无极 只见他黑着脸不说话 摆了摆手 所有的人都让开了道了 叶武道带着林凡等人 直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五名山庄 在经过大门的时候 叶济明带来的那位年轻人 一直像一棵树一样的 筑立在地上 林凡跟他对视了一眼 只觉得对方的眼里 好像是有一把利剑 一出山庄大门 苏清柔紧绷的神经 立刻松弛了 他眼前一黑 身子有些站不稳 倒向了林凡 林凡一把握住他的手 纤细柔弱 软弱无骨 他温暖的大手 传递着火热的温度 重新安慰了他 苏清柔微微一笑 却也没有松开 叶武道 看着林凡左右伴着的女孩 有些调笑的 嘿嘿嘿 林凡兄弟 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啊 林凡连忙解释 叶大哥说笑了 哎 叶武道根本不在意 我也是过来人 你们自己知道就好 别太出格啊 我去啊 老哥你这么开放的吗 白说自己来喝酒 你喝的酒呢 叶清雅 叶武道板着脸 你个姑娘家 成天地往外面跑 想什么话呀 哥 我错了 这不是事情紧急吗 叶清雅拉着叶武道的衣袖 左右地来回甩动 林凡看得是目瞪口呆呀 没想到叶清雅 这么刚强的女子 竟然还有撒娇的一面 倒是更加的可爱了几分了 走吧 派了车过来 先送你们回去吧 叶武道招了招手 车子就开了过来 叶大哥稍等 我有些话要问这位老伯 林凡和何怀忠走到一旁 方才多谢出口相救 林凡抱了抱拳 请问老伯为什么要帮我 小兄弟 你刚才使的拳法是什么名字 烈焰 林凡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诉了他 那就对了 何怀忠问道 你可知道这烈焰有什么来历 这我就不知道了 师父没说过 我没说错的话 你师父应当是神龙门的人吧 这下林凡大惊啊 他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自己是神龙门的人呢 话不易也不让他透露 何况 现在神龙门已经没落 知道的人也更是少之又少啊 这个何老是怎么知道的呢 林凡顿时一脸警惕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一个订阅关注 听完之后 还是喜欢的话 请记得在专辑页面 打一个五星好评 没有关注主播 打一个关注吧 我们下集再见